没有买两千块钱的茶叶 我让你去买斐菲你没买吗 我不选斐菲 我不走斐菲我去买 茶叶你买多少钱 六百块 身穿粉红色上衣的导游 咄咄逼人 只因为游客在土产店 消费的金额没有达标 竟说对方是骗吃骗喝 你把你的糖给花出来吗 你低脚糖嘛 你给我的感觉 就是在这里骗吃骗喝 被入罵的游客透露 自己从武汉来到云南旅游 旅程中自费的部分 已经花了约台币三千两百块钱 但导游却说花的不够 要求团员连续逛了好几家土产店 而且要求每家店都要买到 超过台币九千元才算达标 他因为买的比较少 不只被羞辱 甚至还被请下游览车 下车后这名导游还不罢休 继续在车上大肆批评 没买东西的游客 甚至呛瞎会去找他们算账 虽然大陆相关部门再三整顿 强迫游客购物的争议事件 仍不断发生 就算云南当地风景再美 恶名昭彰的导游 恐怕也会让游客望值却步 记者谭云权报道